1月19日,有网友发布动态,称在日本偶遇到了陆寒和关小彤 该网友透露,是在尊三角海鲜市场偶遇到的陆寒、关小彤 并且还和两个人进行了眼神对视,表示路人粉也很开心 看来是有被京城CP的爱情给填到 俩人久违同况,关注度自然会很高 很快网上便到处都是关于俩人一起游日本的消息了 CP粉更是纷纷转发,直呼 姐妹们,我好激动啊,真是太不容易了来课堂了 啊啊啊啊,激动,我刻的CP发疼了,呜呜呜,超级开心 网友镜头下的陆寒和关小彤,在开始时都是背影出镜 其中陆寒染着黄发头砸小便,身穿绿色羽绒服走在前面 而女友关小彤,则默默跟在后面 长发披肩头戴灰色针织帽,身穿粉色羽绒服,和男友陆寒一样 关小彤走路时,也是双手插斗的姿态 一起去日本游玩的陆寒和关小彤,本以为俩人会在各种高档餐厅 或者其他有名景点被偶遇,但万万没想到 两个人竟然一起去逛了海鲜市场,充满了生活气息 超级接地气,关小彤和陆寒并没有贡献太多高档活动场面 但仅是罕见同况,就足以让粉丝们开心了 在被认出之后,陆寒并没有带着女友紧记逃离 甚至还回头与网友进行了眼神对视 大方露出真容的陆寒,真的是越来越高调了 果然真情里就是好客 陆寒和关小彤从公布恋请到现在 两个人不下三次被偶遇到在日本游玩画面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陆寒患有严重恐高症 平日里出行基本上很少乘坐飞机 但此前就被偶遇到与关小彤搭乘飞机前往日本画面 能够为女友克服恐高症的陆寒 只能说爱情的力量真的是太伟大了 17年10月公开恋情的陆寒关小彤 两个人已经恋爱5年多的时间 虽说当初并不被外界看好 但5年了还能在一起的两个人 可以说用时间证明了他们的爱情 比女友关小彤大7岁的陆寒 虽说是当红男明星 但他并没有晚婚的想法 此前曾表态称 想要在30岁之前结婚 不过如今陆寒都快满33岁了 还迟迟没有听到他和关小彤好消息 对于两个人的婚讯外界有诸多传言 其中有传言称陆寒已经和关小彤订婚 彩礼是一个一 还说陆寒和关小彤将在春节期间正式宣布结婚消息 对此关小彤爸爸受访时进行了回应 关爸称 无论是一个异彩礼还是年底结婚都是谣言 如果女儿真有要结婚的打算 会告诉大家的 在此前陆寒关小彤两人一度爆出要分手的消息 之前还有媒体根据一张模糊的照片 猜测陆寒深夜约陌生女人去酒店 好在双方及时出来辟谣 不过网友们的天性就是喜欢没事找事 眼看着陆寒和关小彤的互动变少了 又开始有网友猜测 他们两个人是已经分手了 还说的有模有样的 关小彤和陆寒两个人相爱的这五年来 这样被分手的传闻没有十个 也有五个了 两个人已经不屑于辟谣了 而如今两个人同有日本的消息一传出来 可算是打了那些人的脸面 无疑是在告诉大家 我们两个人好着呢 可是很快又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马上就是过年了 这对明星小情侣却双双现身日本 这是要打算在日本过春节了吗 要知道 中国的传统是过年时和家团圆 过年时回家 已经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传统 而对于关小彤和陆寒 这次在日本过年的行程 无数网友猜测 他们两个人是真的已经秘密结婚了吗 毕竟结婚之后 小两口过年一起出去玩 才显得更为合理 这就不由的让人想到 之前有个博主爆料说 陆寒 关小彤两个人已经秘密领证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关宣 过年后就会关宣 不过一直以来 关于陆寒 关小彤这样风风和和的新闻 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们也是看一眼就过去了 眼下看起来似乎很有这种可能 有网友说陆寒和关小彤已经谈了快六年恋爱了 从一开始满是质疑到现在逐渐走向平稳 双方的粉丝也已经基本和解 要说之前是因为关小彤还在上学 所以这件事情迟迟没有定下来 那么现在双方都已经事业稳定 在感情上向前再进一步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曾经陆寒因为和关小彤官宣恋爱 被称为娱乐圈偶像明星里 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纯爷们 那么纯爷们现在也差不多要到了结婚的年纪 也该行动起来了 不过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个解释 关小彤和陆寒在公布恋情之后 除了疫情期间没有出国之外 其他的几年每年都会去日本旅行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两个人之间的固定行程 加上陆寒不能长时间坐飞机 选择日本这个距离近的国家 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眼看着开放了 两个人掐着时间出去玩 正好撞上了春节过年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总之不管是什么出发点 广大的网友还是希望陆寒 关小彤他们两个人能好好的 毕竟娱乐圈太多太多限定夫妻 像关小彤陆寒两个这样 一口气恋爱了多年 还能继续甜蜜下去的 真是很少有了 也希望他们俩能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将来也能成为娱乐圈的明星模范夫妻 更希望这对大家真情实感刻过的情侣 能一直走花路 一路长红 就不用了